發生後 大家好 我是汪子騎 大家好 我是喜恩 我是曹博厥 我現在三年級 因為哥哥弟弟都要打棒球 因為哥哥在打然後呢 就是我覺得還蠻好玩的事 就一起跟著進來的 一開始都是那種就是打高飛球 或者是一般小小的滾地球 那現在的話就是有機會 打出一些平衛飛球之類的 因為盪鼓手很高耶 非常當激烙球 他打出去我們也是為他喝彩 大家為他喝彩 然後他如果打不好失落的時候 也會有遇到瓶頸 但是我們就是鼓勵他加油 伴球這條路是不簡單的 但是我們會一直陪著他 我喜歡這邊打球 我也是很想要加油 我的名字叫馬場亮戒 我今年八歲 我是日本人 我是日本人 我的名字叫Ryusuke 我的名字叫Ryusuke 如果我一開始來台灣的時候 就去看範球比賽 就好想打範球 因為我們住在鐵門範球城 然後我們是很愛的 所以我們常常去看範球比賽 我們常常去看範球比賽 我們一起打球比賽 我們一起打球比賽 他也有一個年輕人 所以我們三人常常去打球比賽 對,打球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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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興剛好有機會參加這次比賽 就很棒的體驗 然後因為還有美國啊、日本啊 就覺得很多元化 就覺得運動不分國界 對,打球比賽 他的打球比賽 他打球比賽 是很棒的 尤其當他加入了隊員 他很享受 比賽比賽 跟隊員們 我相信在今年 他有第一次比賽 他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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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強烈 他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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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說 學校棒球 跟社區棒球 最大的差異點是 一個可能在科業上 要有取捨 一個社區棒球 是在我們的假日的時候 共同大家來參與 讓小朋友有一個運動的空間 小朋友在參與這種社區型的運動 或者相關的運動項目都一樣 他還是偶爾會遇到瓶頸或者挫折 但是我們做家長的都會鼓勵他 像好比說這個成功當然不是偶然的 但是得失心我們還是要 第一點把它看作這是一個運動 一個休閒 那未來如果有發展的話 真的是可以到一定的境界的話 就可以到職業隊去 那這個可能就是 我們在發展整個棒球運動的過程 我們現在總會長輩搬到第二屆 未來也希望說讓更多的社區的小朋友 來共同來參與 而且年齡層我們現在是8歲 10歲 12歲 我們繼續往下扎根 讓所有社區的小朋友都可以出來 共同來參與我們社區棒球 我希望棒球可以普及化 而不是精英化 棒球是我們的國球 未來我希望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 有非常豐富的棒球的知識跟訓練 希望各位小朋友在社區棒球 都可以找到打棒球的快樂 打加油 我們最大打棒球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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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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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有